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关乎新加坡未来五年。 乃至未来数十年的大战略, 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简称RIE 2030。 RIE 2030计划是新加坡在全球科技竞争, 加剧和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双重挑战下, 为确保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性而设计的。 新加坡政府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惊人的 370亿新云来推进这项计划, 比过去五年增加了三成多。 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新加坡对科技驱动的未来有多么重视, 这笔钱每年投资额都继续占到GDP的1%。 这不是简单的预算增加, 而是一个战略性的升级方案。 这370亿可不是普通的投资。 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机会和挑战是什么? 这370亿新元到底会用到哪些关键领域呢? 你可能会问他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直接影响。 接下来,我们一起接下来。 RIE 2030计划的第一个核心战略, 就是半导体业的国家旗舰项目。 这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技术战略意义。 我们知道,芯片产量占全球10%, 制造设备占20%。 新加坡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 但新的投入不是简单地增加制造产能, 而是要将新加坡从单纯的制造和测试基地, 升级为创新和精神科技DeepTech浮化中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新加坡正在抢占先进技术转型的先机, 面对AI数据中心对更快, 数据传输和更低功耗的需求。 RIE 2030明确将投资于共封装光纤CPO, Co-Packaged Objects等先进技术。 CPO是一种将电子集成电路, 光子集成电路和网络芯片融合的技术。 它可以将数据传输的路径锁短到一米以下, 是下一代数据中心的核心技术。 新加坡对先进光子学Advanced Photonics的投入, 真是为了抓住这一关键技术转型的机遇, 这种对未来核心技术的精准投资, 是为了巩固新加坡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高价值地位。 而RIE 2030计划的第二个重大科技重点, 就是以AI数据科学来应对。 新加坡最严峻的社会挑战人口老龄化, 首个RIE大挑战项目实现健康长寿, 不再只是单纯的医疗问题, 而是要求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模式, 它需要结合医疗保健、 社会环境、人工智能和技术创新。 来增进我们对衰老过程的理解。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政府计划建立一个庞大的红遗迹, 老龄化队列和相关数据基础设施。 这将为利用AI和大数据分析人口健康趋势, 开发适用于亚洲的预防保健和 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强大的数据基础。 这项挑战项目的最终目标, 是开发维持个人大脑健康和体能的新方法。 这将直接驱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的创新, 包括医疗设备可穿戴技术数字疗法, 甚至是辅助生活机器人。 这些创新一旦成功, 将直接提升新加坡年长者的生活质量, 减轻医疗系统的财政压力。 370亿新元的投入绝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 它是新加坡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和人才队伍素质的全面承诺。 而IE 2030计划将进一步支持新加坡 的深度科技初创生态系统的蓬勃发展, 确保新加坡经济具有结构性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将人工智能数据和计算能力, 建设作为支撑尖端研究的基础, 是确保新加坡在未来, 数字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而IE 2030计划以科技投入作为驱动经济增长, 解决社会难题的根本动力, 确保新加坡在未来的全球科技格局中, 仍能作为高价值的创新中心, 保持其独特和关键的地位。 这不仅是一项科研蓝图, 更是一份面向所有新加坡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书。 那么哪一个领域最让你感到兴奋呢? 你觉得哪一种科技最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